作为一个职场打工人 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种渣男的心态 你真的不需要太在乎你的老板是否喜欢你 也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新上任的领导你自己没那么喜欢 就工作很不开心 甚至考虑离职 你和你老板之间的关系 说白了是雇佣关系 而不是恋人关系 雇佣关系的基础是什么 是彼此需要而不是相互喜欢 你是否能够为公司创造价值 决定了你的老板是否需要你 野菊玲玲在这公司是否有发展前景可言 同时你自己也要想明白了 你到底想从现在的这份工作当中收获什么 千万不要跟我说 你只是想要工作开开心心的 那我只能说你还太年轻 在平时的工作当中 也特别要注意 不要让自己陷入那种 无休止的这种琐碎的细节和情绪当中 这下的行情 绝大多数的工作都很绝 意味着我们都在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有的时候拿到结果可能是差强人意的 这个时候确实容易新生一些负面的情绪 我发现经常有些小伙伴 因为工作不开心了 整个人阴谋了 生活都变得一团糟 但是你回头想想 这样值得吗 越是这样的时候 越是要不断的问自己 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时刻提醒自己 要让自己把时间和精力 尽可能去聚焦投放在 打造最好的结果 和创造最大价值的地方 比如是否帮你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值 或者帮你积累了更多的人脉呢 同时啊 不管你当下的工作 进展的顺利与否 我也建议你时刻去了解 求职市场动态 这样可以对自己有个清楚的认知 同时啊 也能够更好聚焦 下一步职业发展的目标 如果你当下的工作 真的不适合自己 那也不要抱怨 少牢骚抱怨 咱们专注的赶紧找下一家 如果这一刻啊 你还找不到更好的下一家 那你也可以先开启一份副业 或者尽可能去上一些提升类的课程 总之就是要不断地提升自己 让自己时刻保持更多的可能性 关注我 分享更多的职场干货 陪你一起终身成长